悠游卡公司与红星次会合作 邀请艺人田富珍与倪安东 绘制爱心悠游套卡 在29日举办竞标拍卖 得标者可以将他们的绘图手稿带回家 同时帮助弱势家庭的小朋友 营养午餐经费 用音符围成的大大的爱心 里面装满了所要表达的爱 这是田富珍所设计的 爱心悠游卡亲手画稿 用音乐围成爱 然后里面很多 I love you, you love me 这样的字 然后里面都已经缤纷彩色了起来 因为有爱所以缤纷彩色 那每一个人呢 其实就是像有爱心的人 就是会轻盈快乐的漂浮起来这样子 所以就有画两个 用小小的爱心组成的一个爱心人 20万 比标价885元 最后分别以20万和18万结标 谢谢 我觉得超开心的 因为SHE从以前到现在 就一直很注重在做公益跟回馈社会的部分 悠游卡是大家生活中一定要用到的东西 那既然是一定要用到的东西 那又可以顺便做爱心 何乐而不为呢 日前发生悠游卡晶片遭骇客破解 篡改票面金额 引发使用安全上的疑虑 悠游卡公司董事长也再度澄清 纯属个案请民众放心 这位嫌犯他并没有进入悠游卡的系统 而且事实上在这个卡片的系统的资讯 跟我们的系统联络的时候 就已经传回来 他的卡片有这个状况 那所有目前其他的流通在外的卡片 任何持卡人手上的卡也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悠游卡公司表示 拍卖活动所得款项 将用于弱势孩童阴阳午餐的经费 让孩子们不再饿肚子 新唐野菜电视增益毫无家俊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